大家好 歡迎來到《紅朝秘聞》 我是李瑩 中共總理李克強默然而世 帶有絲骨微寒原機 還在早七期間 日前網絡就驚言李克強夫人情紅包場八塔寺 曾侶超到李克強亡魂的影片 大概侶是在做透漆法事 雖然有假正義之聲 但尚可推敲 李克強10月27日病故 當局雖然按照李鵬暴斃後的喪移行事 但仍然使得庶民在網絡圈囂 綁匪已經不是功過是非的問題 而是火燒雜事政權 目前出現在X平台李克強亡魂超到法事影片 不僅有貌似中堂夫人一閘黑衣身影 鼎禮拜揭祈禱 在《重驚聲》中 還有男聲混音解說 然為了報答總理的大恩大德 還說主持法會的是慈悲的以西路師 而且要眾人跟隨以西路師 而李克強具有活菩薩同樣的精神 為我們敬愛的總理念佛輝霞 願總理來到道場 上品上升 度假祠堂 普道十方眾生 念眾中夾集著阿彌陀佛的佛號 而以西路師正在代為李克強上香 之後模糊和低像素的影片中 至少有神似晴紅的婦人 上前對著接引罰合十禮拜 如果有意而為之 為的是避免中共清算 遊走在次同不次之間 就好像齊白石論話 反而更加真實 晴紅寄託哀思 棒打中共 或棄技解脫 或製造新聞 挑戰習近平 都有可能 話畢李中堂死相可疑 說句笑話 李克強是中共第七任總理 因此最有資格造七 造七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喪裝習族 這個習族建立在 相信來世與靈魂的存在基礎上 與中國的神傳文化在同一默落 神傳文化中 宗教是亮點之一 譬如佛教造七之族 是為人死後為尋生源 每個七日為一個週期 尋七個七日 不過現今人的解釋 在中共蓄意破壞傳統文化背景之下 很多都已經走仰或被曲解 反而是清代學者 趙逸所讚寫之《讀書筆記該如從考》的考篇記載 還可以沉迷到源頭 該筆記的卷32《鑽倫喪儀》 提供了較為齊全的中國古代喪儀資料 梁啟超清奇用歸納法比較研究 一點都沒錯 在這個卷中 趙逸對三年之喪 以致家中不同背份的人死後忌日忌悅 喪儀被殺裝飾等史料記載詐實 雖然不見得就可以說清楚根由 作者在《七七族》中說 人死每七日為記 至七七四十九人則出哭 此不得其說 這個關乎的 還不是一般的問題 而是雲柏的安放 雲柏是道家的說法 道家認為 人體是個小宇宙 人有三雲七鵬 而卷中引用了 曾經編修 嘉靖浙江通志的 田毅恒 在春雨人響中的說法 有意思的是 這位明朝的共生 七次鄉事不中 勇合了七 不過不影響他獨到的見解 他說 說七人為納 一納而一拍城 一記而一拍散 此外 趙浙還引用了 人生四十九日而七拍傳 死四十九日而七拍散 等說法 都源自道家之說 齋七並焚於淺爐 七七齋 近代造七故事 不過如此 但在中國之大 各地風俗演化不同 趙浙認為 七七族 遠在三國時期就已經出現 當時就有七日切千僧齋 齋令七人出家的記載 同時道家練丹敗鬥 須以七七四十九日為斷 俗推其法預送中 而有此七七之制義 如此看來 佛道兩家對七七族的說法大同小異 只是有些細微差別 實質上 就是一個輪回轉世的問題 佛教在七七族上的說法不久 只是發揮 而教旨的詮釋 佛教中的六道輪迴相當清晰 合清六趣 地獄、惡鬼、畜生、阿修羅 人間、天上、時也 此六者 乃眾生輪迴之道徒 故約六道 最好的去處是做天人 但這個與西方的天堂 還未是一回事 因此佛教參與喪儀 通常是在頭七 喪家請僧侶 為誓者搶念超道 而一般的說法 指道家借鑑了佛教 超道亡魂 這個在六朝道經中就有記載 那李克強造七就是理所當然 情紅無論是別有用心 還是專尋傳統 都完全有可能 況且情紅還料定 父君之死好冤屈 10月27日 雲斷上海灘的李宗棠 頭七中共搞了個畏體告別 叫做是假裝符合傳統 認為運要歸來 由某種意義上說 造七包含生者為死者祈福 乃至懺悔的目的和功用 一方面動情安撫 令死者安場離開 密生牽掛 另一方面則可以說是請求 管理人靈魂的神 寬恕死者生前的錯誤 甚至是罪惡 但通常來說是祈求上倉 令死者有個好去處 而比較專業的說法是 給死者積陰德 令其好像通過 被考公務員嚴惡一萬倍的 十點嚴惡的審判 說起十點嚴惡 就有些令人背責寒涼 就其本身多達十個別青 就不是一個驚悚就過得到的 不能不說 造七裡面這個停頸 是生者欺寄死者 逃脫地獄之苦 才行作巡 燒七齋七 至於死者能否在十點 嚴旺親審過程不下地獄 人是看不到的 而十點嚴旺在南朝的解釋中 指天庭下核 負責管理人間事務的王 如果拿好聽的中文來說 那就是 那些王 都是按照宇宙的標準來審查 人的好壞 這個標準不是人認為的好和壞 附帶說一句 死了的人不能曝光 否則 魂拍散而成為孤魂惹鬼 但習近平高級黑 或者說不懂得傳統文化 將江澤民鞋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使江澤民直接落無生之門 被形神全滅 其實江澤民生前居然懂得害怕落地獄 港媒曾經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說 江夏姆不只拜地藏王菩薩 還在家裡抄寫地藏經 這個故事說 夏姆令其夫人王也平出面 從北京的一位 姓鮑的居士家 借了一部地藏經 轉回來之後 江澤民漏夜抄寫 長達3個月 不過很可惜 中共一直以人民為敵 以神為敵 以宇宙為敵 所以每一個黨徒 只要是入黨法國獨勢 百分之一百落地獄 這個不是說著玩的 傳統文化中 人死了都要超渡一回 雖然這個超渡有儀式感 不過僧侶和尚在法事中 想的是可以有多少進障 法事完了 吃些什麼好吃的 那麼招魂就變得滑稽 而人就不知道 更旺論大無謂的無神論者 死了蓋著一面血旗 那絕對是不能超渡的 所以人在網上說 超渡請僧人道士 為死者念經重咒 行銷官錢 沐浴等儀式以超渡亡雲 對中共黨徒來說 只有搞笑的內涵 就好像《驚徒怕案》在X平台說的 覆蓋著血旗 到了陰間就會被五花大綁 根本沒機會問 這裡是地獄的第幾層 所以李克強造七 是真是假 好像也不重要 關鍵是人 有了一個死了之後 去哪裡的思考 好 今天的新聞就分享到這裡 多謝你的收聽 我們下期再見